家里的剪刀不管有多顿 其实我们用一把刀子 30秒钟就可以让它立马变得锋利如新 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好用 你看这个剪刀 我们剪个纸来看一下 你看根本剪不动 是不是剪不开 然后再剪个塑料布看一下 你看也是不行的 根本剪不了 我们如果用它来剪些布头 剪些线 那就更剪不了了 没有办法实用 很多人呢 都是遇到这种情况 都是直接磨剪刀 很多人都不会磨 磨完以后啊 发现把剪刀给磨报废了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刀子就可以了 在处理之前 首先呢 我们在家里需要用点牙膏 把牙膏给它先抹在这个剪子这个上面 因为这个牙膏是有个非常好用的研磨的作用 你看我们把这边给它抹完后 然后呢这边也抹点 有个特别好用的研磨作用 抹完以后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这刀子 这个我们不要用这个刀口 要用这个刀背 这刀背这边是非常坚硬的 我们用这个刀背开始磨 磨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剪刀上面是有两个面 这边一个大面 然后这边一个小面 我们仔细啊 来看 要磨这个小面 不要去磨这个大面 我们磨这边 然后呢 还有一点 磨着剪刀的时候 内侧这面 千万不要磨 磨完以后就磨废了 我们磨这边 你看 操作非常简单 只需要就这样刮就行 大概刮个四五十下 三四十下 这边刮完以后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剪刀反过来 再来刮这边 这样刮的话 比磨剪刀会更加的省事 因为这样磨是不会 把剪刀给磨废的 我们看 就这样给它大干呢 刮个四五十下 刮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 把上面这个牙膏 给它清理干净 把它擦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还是剪这个纸来看一下 来看 你听 这声音 非常的锋利 非常的快 是不是 听 特别好用 是不是 然后再剪这个 特别薄的塑料布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也能很轻松 把它剪断 是不是 非常的锋利 非常的好用 是吧 所以呢 大家以后再遇到 剪刀不锋利的 我们其实啊 用一个 就这个 刀片三十秒钟 就可以让它 立马变得锋利如今 好了 视频感谢大家观看